好,接著到下一部,我還是說一句 可不可以不要經常跳啊?在OP上 哦,你是爛文嘛 方文社,我知道,可不可以不跳啊 你尋求爛文的救贖,你也要用人走的 青春的女孩子,你不跳起來,我怎麼看下面呢? 難道我們四個跳嗎? 在科文社的作品裡面,很少看到女孩子不跳 很少海舞,你弄錯了 也對的,接著說那一套,就是《斯特拉的魔法》 可能我看這套的時候,我完全以為是魔法作品 不是啊,是《斯特拉的魔法》用電 想錯了,但是原來不是的 原來是四格漫畫來的,2012年10月開始 在Manga Time,Kilana Max,這也是 也是四格漫畫 這套又是一套遊戲製作學部的一個故事 總之有一套遊戲就是,上載是公司形式的製作 今次的番組就是什麼呢? 就是純粹一個學部的製作 當然學部的製作是不是之前沒有呢? 之前還有一套,不過就不是《芳文社》 《少女在芳夜》那套 《少女在芳夜》那套 其實這套遊戲的負擔又沒有那麼大 原因在於是他們的目標不是很大 他們的目標純粹是做一套遊戲 簡單而言是創造回憶 很多學部的作得有這方法 主角明明沒有那麼大一頭 要那麼大頂帽,要設到目標那麼高 但做不到的時候 而你見到的,這裡其實都是掃說的一種套路 其實一直都是這種套路 在做遊戲設計的動畫裡面 他面對的問題都是幾種套路 第一,通常都是什麼呢? 他每次都是怪腳本的 腳本永遠都是寫不及,永遠都是delay 那個program 永遠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就是作畫的位置 通常最多的人就是在作畫的位置 這個這麼正常的鐵衣角的方法 其實基本上是用在哪一套都很類似的 其實看起來會不會好像有點淡呢? 當然要看監督功力 專面真的,大家都知道 男人的舊熟,當然知道是洞洞Biolli的監督 大家都知道 這次他好像也有帶少少洞洞Biolli的感覺下來 通常這些會更加緊張 或者大家更加熱鬧 但他有一種好像慢的感覺 帶了這種感覺 或者這樣說,這套東西其實現在 如果你用這些作品,我會混合 我會舉兩套混合 就像這套東西 就是Lonbiolli的那種,其實你很悠閒 但如果我會混合另一套,就是黃金拼圖 也是,差不多 不是,他還未到死線 我覺得他才有到死線 或者comment market開啟的時候 應該不會那麼悠閒 而這次的角色其實是甚麼呢 其實他這次的角色,你見到 就是過往,你說方文寫的那些作品 全部都是,他沒有很重的屬性傾向 我會說是那種,是他們角色的口味 就是重口味的角色 但這套東西其實是有的 你見到那些角色全部,女主角就是黑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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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的 音樂那個人其實是比較正常人 他還未到他梅合發揮 可能他劇情之後就有些表現 不過你說3,幾集來說 他雖然說勉強都可以分清楚每一個角色的特性 他這件事是他基本點是可以做到的 當然你說第一集,他說他如何進入學部 其實我略嫌有點慢 不過可能都是NonoBio的特性 你又不要求他那麼多 其實我也是那句,方文石必殺公式 你不需要理會他的題材是什麼 你只是看少女之間的互動 這也是一個問題 如果這裏是一個男性學部的話 其實這件事就是兩回事 學部招生,然後找一個人會畫美少女的人 進去,沒分別的 其實他那一集,即是最新的那集 其實也有說過,他和朱輝和部長之間的 方文石現在的必殺公式都是說 他是很善良,創造配對 而且那個配對就是什麼呢? 一倍多 即每個人都答應,一個人就會創造一種口味出來給你 那你喜歡吃什麼口味,就吃什麼口味 這個公式基本上我已經不在意 究竟你是運動也好,你是休閒部也好 方文石的作品永遠,老實說 他是厲害的就是一條方法 現在全部作品都在做這條方法 似乎這個市場真是很渴 但他又不是很可以的 例如以前的Track orTrack那一套就不是很可以的 這套,你所說,比黃金拼圖 或者再支持哪套那一套 看起來就好像輕微削弱了一點 或者這樣說,因為始終各國式造型上 其實他這次走的方法 其實他不是走一些很精緻的民國 我覺得尤其是上季還有一套New Game做比較 他用回這個題材,我覺得他對於這套來的位置是有點不利的 就不像New Game是一個企業 都說,你不要理設定 方文石是不需要你設定的 你設定你就輸了 你不要理設定兩套東西 大家一定不會當是同一套 那些人就是比較女角的 那是,New Game的人就年紀大一點 那些成年人,那些人就十五六歲 有分別嗎 你說要比較女角,那些人當然會比較這些東西 那不是想怎樣 那那是設定問題 那跟這套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會看這套感覺上 和New Game可能會比下去 但是說真的,我又會給他一個credit 因為他的規模是小 他只是學部,不是一個企業 我不會要求他好像一個企業的大小 或者那種規模 因為他不是一個中世紀 或者不是一個特定的限制 我會覺得一個學部 我可能會接受多一點 我對這類型的作品的要求 基本上我是沒有要求的 我對他的要求就是沒有要求 沒有要求的定義就是 你不要說太多你不應該說的東西 其實你就已經過了骨 不要跟Tay Wong挑戰 不要改變業界生態 這遊戲就做遊戲了 很簡單就是 這種所謂的難文化 我最終得出來的理論就是 他的目標就是 他不要去要求任何東西 他就會達到救贖的效果 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我已經得道了 阿仙最新鮮 這一套就 今季對我來說就不是難文 因為今季我一下沒有人獎 我也是強調過一次 其實我可以的 可以期待一下他及後發展 一套世間某一團成 應該期待 應該保持一個 每集很正常又快 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 你看這套東西 其實就 那個境界就完美了 真正得到夠熟的效果 好了 這套我們介紹就到這 我們下一套 我們下一套 我都不喜歡 我還要不義 我把那個